在12月1日周四晚上 非赞网举办的非赞约会上 由基安德咨询中心 爱白 同行小组 共同发起了防治爱滋 抵制歧视的话题 各组织分享了近期 对于支持妨碍事业所做的打算 同时也请到了 爱滋徒步的领部人李虎 和同行小组的代言人之一大伟 来与大家分享了他们的故事 非常约会 给你非赞的感觉 在世界艾滋病日 今天晚上我们要举行一个 关于艾滋病的相关问题的讨论沙龙 我其实特别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 虽然感染的癌 会给你生活带来不便 但是那并不是被判了死 即使得了又怎么样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 我坚持不能说放任你哭泣 你的泪想倾盆大雨 我们有代言人 其实我们接下来也会有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也是在跟非赞在合作 我们也是要拍一个 其实是MTV 这个MTV可能就是会以一种歌舞剧的形式 可能去展现一些 或者是感染者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 艾滋病的一些基本的常识等等 这个艾滋徒步 它是一个一年的一个项目 所以它是整个筹款 其实将近在一年 它最后只不过 这走的这一天 所以大家来庆祝说 然后同时也是一个汇报工作 说告诉大家 我们筹到为感染者 或者为感染者组织筹到多少钱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欢迎大家登陆我们的网站 www.chinaaswalk.org 了解艾滋徒步的相关事宜 我们下期再会